欢迎收听历史进行时 但生性谨慎的李渊仍然选择暗中观察 反而表现出胆小怕事 用来躲避灾祸 获取隋阳帝的信任 公元617年 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 晋阳攻坚 独掌一方军政大权 在三字经中有唐高祖起义士 除隋乱创国基 李渊在太原审时度市 积蓄力量谋划起兵大计 当时太原地理位置特殊 谨慎的李渊决定在起兵之前 安抚北方的突厥可汗 信中李渊的口吻非常谦卑 甚至达到卑躬屈膝的程度 最后李渊确实换来后方稳定安全 李渊起兵后目标明确 协理建成李市民直奔关中 中途遇到隋朝守将尾而不攻 仅用四个月时间就占据长安 迅速控制关中行事 李渊此举让远在天边的隋阳帝 混战中的瓦岗军和王世冲都傻了眼 不得不赞叹李渊的大局谋略 太子秦王水火布荣公元618年 李渊接受禅位登基称帝 唐朝建立 之后李渊横扫天下群雄 主要依靠的是长子李建成 次子李世民和四子李渊籍 按照封建李治传统 长子李建成被封为太子 李世民被封为秦王 李元吉被封为齐王 在统一天下过程中 秦王李世民率军平定刘武周 窦建德 在征王世冲 刘黑榻等军阀势力 为大唐建立赫赫战功 李世民在朝中地位 也随着战功逐日增高 最终与太子李建成水火布荣 公元626年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诛杀李建成 李元吉 随后派魏池将军带兵 包围李元寝宫 禀告李元太子谋反以被诛杀 李元看到此情此景 已经猜出其中大概 将李世民立为太子 三天后传职主动禅位给李世民 自己做太上皇 李世民为何不杀李元原因 一李世民目标明确肃清政敌 登基称帝李世民主要政敌 是太子李建成 杀死其王李元吉 只是顺手牵羊的事 因为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 已经不可调和 唐高祖李元也曾为儿子间矛盾问题发愁 李元同年时期经历 让他非常看重亲情 他不愿看到手足相残的惨剧发生 为了安抚李世民 李元曾经许诺他天下兵马大元帅 这是史无前例的职务 并且有意让李世民居住洛阳 与李建成分开居住避免摩擦矛盾 太子李建成并非庸才 只是职责不同工作不同 李建成更多的是坐镇长安 协助李渊处理政事 李建成曾主动请英率兵平定河北叛乱 很短时间就凯旋 李建成虽然没有李世民的能力 但是在安邦治国上颇有建树 李世民输在自己不是长子 要想实现登基称帝的目标 必须要除掉太子李建成 经过玄武门之变后 李世民已经成功清除政敌李建成和李元吉 唐高祖李元在玄武门之变后 策立李世民为太子 国事均交给李世民处理 随后很快禅让帝位做太上皇 此时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目标 已经全部达成 原因二 唐高祖李元清醒放权 卧居享乐当位持将军带兵包围李元时 他心中的梦破碎了 李元早就发现 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或许是刑事所迫 或许是不忍杀戮 也或许奸而有之 总之 李元极力想要维持和平局面 这个梦最终破碎 李元听到魏池将军禀告太子和李元极已被诛杀 就将最高统治权转给李世民 李元是毫不保留的那种 并不像乾隆皇帝晚年禅为嘉庆 但实权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 李元在成为太上皇后 先是在太极宫居住三年之久 在贞观三年才搬到大安宫居住 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在炎热夏季到九成宫避暑 而李元都选择身居简出 基本不离开大安宫 贞观八年 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经强大起来 周边少数民族纷纷归附大唐 多年鲜有露面的李元在两一殿宴请突厥使臣 李元夸赞李世民功劳说 金蛮一帅服 古为常有 李世民则对李元恭敬举杯表示 并非我一人之功 在李元隐居宫中期间 唐高祖沉眠美色 整日享乐不管朝政 这让唐太宗李世民感到非常放心 唐高祖在此期间也生下不少儿女 其中有位叫李元英 被李世民封为藤王 封得位于山东藤州 他修建行宫 命名为藤王阁 后来被调离 又在江西南昌和四川浪中 各修一座藤王阁 唐高祖李渊在禅位后的种种表现 让李世民感到非常满意 李元对自己并没有威胁 并且对自己还有帮助 原因三 李渊活着 就是李世民立的牌方校 在封建礼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古人非常讲究伦理校道 有父子不同桌的传统 封建帝王 为加强对百姓的管理约束 在礼制中加入是君如父的理念 这是将百姓笼络在皇帝身边 达到江山社稷永固昌盛的目的 唐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已经弑凶杀地 在舆论影响上已经输了一局 虽然李世民努力营造 建成谋反被迫杀凶的形象 但是不免有民间传言 这对于唐太宗登基后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 即使唐太宗李世民想尽办法消除影响 但玄武门之变对大唐王朝仍然产生巨大影响 后世发生的兵变事件 皇子谋法等等都有多次 李渊作为李世民的父亲 太宗是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杀死的 一旦杀死李渊 李世民残暴凶狠 灭绝人性的形象就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而这一切显然是李世民不想要的 所以李渊就是李世民向世人宣布的牌坊 原因四 唐太宗李世民兵权在握水也不惧 虽然李世民能文能武 但是李世民能够登基称帝的路上 主要依靠的是他手中的兵权 在唐朝初历时期 李世民凭借兵权获得人心归附 朝臣支持 在玄武门之变中 也是因为兵权而控制昭唐 登基之后的李世民更是掌握唐朝军队 这是唐太宗的底气 其实玄武门之变一直是唐太宗心中的癥结 李世民在位期间 他非常重视皇城布防 都是由自己的亲信担任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清楚 李渊久居深宫 自己只要掌控天下兵权 那就谁也不怕 因此唐太宗李世民 世兄杀帝 却未杀李渊 这是经过多方权衡利弊后的最终选择 唐太宗也通过历经图治 留给历史一个盛世人